文件袋里后来去那个鉴定完之后 鉴定完之后他们说 就说最好就放了 就用书本夹着 一见到记者 小张就小心翼翼地从衣柜深处 掏出一个文件袋 文件袋里有一个笔记本 据说呀 这笔记本里放着他最心爱的宝贝 刚避出来 然后碰到错笔 然后就现在就觉得 这东西是我身上最值钱的 小张的宝贝 就是这两张人民币吗 这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这边有一条明显的那种红杠 然后这边这个眼睛就有红血丝 左眼 对 左眼 不是很明显吗 就往上 往上一点 这张就这个眼睛 瞇着了 整个瞇着了 就没张开 对 没张开的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也是 这个眼睛也是瞇着的 只不过美丹币的这么严重 就感觉有点浮肿了 浮肿的 眼睛浮肿 对 然后 这个也算错笔吗 他那边也算 也鉴定是错笔 原来啊 小张平时喜欢白白小摊 做点小买卖 偶然间 他发现这两张人民币的水印呢 有些奇怪 联想到网上说的价值不菲的错笔 就带着人民币找到一家鉴定公司 鉴定真伪 他们就说 就说 这张 就说大致就在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小张有些不敢相信 他委托记者找到一个权威的业内人士 帮自己看看 这张纸币是否价值百万 业内人士认定 小张的钱并不是错笔 充其量的 只能算个趣未必 那么鉴定公司 为什么会看走眼呢 原来啊 收藏错笔的人群较少 流通率不高 一般一百元错笔的成交价 也就几万元 而一些鉴定机构呢 会故意夸大错笔的价值 目的是骗取高额鉴定费 所以大伙在收藏的时候 要多加小心哦 它是在印钞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自然原因 这东西也不是说 非常稀缺的东西 作为咱们收藏角度来讲呢 这也就是个趣未钞 市场价值也不会太大 所以说 大家看这个网上的一些新闻呢 说介绍这个错笔钞 如何如何之前 大家不要轻易去信这些东西 类似的情况 在钱并收藏界并不少见 比如这张百元钞 被据称为流泪钞 就是在水印中 出现了两条纵向的黑线 还有前阵子 吵得沸沸扬扬的笑脸钞 这都只属于趣未钞 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但市场价值并不大 市面上现在流通的这些东西呢 咱们说有一些真正的错法呢 是因为剪裁错误啊 或者印刷一位啊 这些是很正常的 在这个印钞过程中 是能讲通的东西 要有一些特别特殊 像什么水印道质啊 这种东西就是很难拿 咱们印钞正常